主料,面粉200克,西红柿120克,鸡蛋100克,主料,葱花5克,盐4克,酵母3克,胡椒粉,白糖,豆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面粉加酵母和水制成面团,请发,鸡蛋加葱花炒散,西红柿切丁,炒好的鸡蛋和西红柿,肉盐和胡椒粉拌好, 拿一小块形好的面团,擀成饼,包入馅料,像包包子一样收口,现在先不要按扁,锅中放适量油,烧热后放入馅饼,轻轻按扁,把馅饼截至两熟透,面金黄即可,烹饭技巧,会避免猪汤,可以在清西红柿的时候去调子,饼皮要像饺子皮一样,外边毛,中间厚,如果喜欢本事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